耶 欢迎来到 由Stash而为荣誉呈现的新闻随便看 记得要订阅再按赞 我是鲁华之 我是佳文 记得一定要订阅再按赞 不要当作一个slogan要好好听 好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两则新闻都非常有趣 第一则我们来看华裔选民对现在政府的看法 第二个我们来看国际媒体对安华的看法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的第一则新闻呢 就是马各达补选 落幕了 这是新闻吗 这是旧文了吧 这是上个礼拜的补选 那我们是一个礼拜之后才来讲快速的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蛮重要的 它其实反映出了一部分的怀疑选民的情绪 首先我们先讲成绩 国阵成功复制了上个月在吉兰丹周旋的大胜 他们派出了候选人赛福星以27,995张的票 打败了7,347张票的国门候选人 墨哈墨海战 这个赛福星他的名字翻译也很讲究 他的福星是福星高照的福星 他的背景故事是讲是他的华晓老师帮他取的名字 哇 太棒了 他会华语的你知道 那这个团结政府的票数呢 可以说是达到1加1等于2的效果 没有大于2啦 就只是拿到国贞跟西蒙的票 对 因为在2022年 没有呼吹已经很棒了是不是 对 因为在2022年西蒙拿11,445张 国贞是16,611张 加起来28,000左右啦 跟现在差不多 所以已经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成绩 相反的 国盟是从7,600张下跌到了7,347张 哎呦 是不是因为补选所以没有回来投票 那对方可以达到跟之前一样了28,000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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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第一个迹象来看的话呢 其实很像Sharil Hamdan或者是我们看到抖音 我去看其他的马来人的食品员 或者是下面的comment呢 其实我都有感受到大家都有同一个情绪 就是他们觉得国盟可不可以来一点新的招数 就是来旧的那种种族情绪啊 本农港的那种方式啊 我看到很多人comment啊 就讲说已经吸引不到更多的中间马来选民的选票 而且比右的话连阿克马都不如啊 阿克马用了他们那招 没招可用 然后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他可以做一个更称职的反对党 好不好在政策上或者在经济上提出一些更新的见解 你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是没有的 对不对 你讲得出一个吗 Any anyone 什么政策政治上的经济这样的东西 连好像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表Dr.Sam 好像也没有提出过 忙着做大臣 忙着做大臣 没有什么太紧的 对对对 一些没有新的方向啦 这是一个啦 但是第二个呢 诶 华裔选民也看得出呢 对这个团结政府的信心跟支持率是有所下降的 不是讲哪一样投票呗 嗯 可能就是 那怎样看得出来是下降 不同的马来人增加了 OK 但是华裔呢 因为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绝对证实 因为选票不可以公开 你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首先呢 第一个出来讲话的智库叫Incept智库 他呢就发文讲说 华裔选民在这次的投票率下降到36% 对比其中投票率的57%呢 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他认为呢 火箭的核心支持者跟火箭开始出现了距离 然后他觉得马化是有机会的 然后柔佛的巫卿团长呢 North Jocelyn呢 他事后呢 其实讲话有点难听 他开始有点算账行动党 他讲说行动党跟我们Promise 可以拿到55%的选票 可是现在只有36% 哎呀 这么低 所以呢我们目前啊 不用去想说去跟火箭组什么政府啦 不用去想这样多啦 他连他答应的都没有做到 然后我们的旅游部长张庆兴就跑过来讲说 哇这个武卿团长 那也可以这样子 张庆兴说张艺 他甚至是DAP 他不知道为什么跟他们特别朋友 这么张艺 超朋友 是不是 哇 真的是好朋友啊 但是36%是真的很低 因为你看一般大选 华裔选民的投票率 可以去到80 90 这样子 大选嘛 但是这个你讲的也是对啦 因为有人诟病讲说 他其实是马化相关智库的这个INCEP 这个就是这个当然 你去看他的broad 是蛮多嘛 就是马化相关智库 所以他要跟国阵讲 你不要找DAP啊 他有说的 他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 有这个阴谋论啊 有这个阴谋论 可能他也是专业的 但是至少我 so far我没有看到 因为我点进去他的官网看 我没有看到这个36%的一个数据的仔细的解析 跟报告 所以呢刘振东自己也是有站出来 然后他就有讲说他的statement 所以他们就拿出了这个DARO INSAN的数据 也是另外一个智库中心 但是在SPR的一些数据里面 是应该讲算是比较中立的SPR的数据嘛 比方讲有一个地方呢 他的投票站呢 是整个Makota选区里面 怀疑最多的 占了81%的华人区 然后这个81%的华人区呢 他的投票率其实是在49% 并不是36% 因为你华裔站到这么多了 你知道吗 还不算其他的可能印度人之类的 然后他就讲说 根据这个DARO INSAN的算法呢 其实华裔的总投票率 在这次的Makota选区里面是49%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迂回啊 不是应该SPR出一个数据来讲 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就好了 全部人有你讲36 不能啊 投票是秘密的嘛 但是你去投票的时候 你要去登记的嘛 你投的那张票是保密啊 这样你有来这件事情是懂的吗 我也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 以这个大员 投票是秘密的大员者出发 其他的信息也不能透露 有道理这样的话 就会知道你没有投票 或者是投费票 所以呢 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我觉得49% 也是有点高 因为 嗯 因为刚才那个地方是81%的华裔 拿到49%嘛 那可能另外20%有马来人 然后马来人投票率很高 所以冲到49% 所以我可能保守估计45%左右 但是对比起呢 这个SPR的数据啊 有一个地区是95%全部马来人的投票站了 那边的投票率是高达60%的 所以怎么讲都好 很明显这一次马来投票率是比华裔高的 是跟去年差不多 因为去年是58% 但是华人真的是减少 减少15% 理由是什么呢 分析是什么呢 当然有几种可能 第一 可能是华裔更多在新加坡工作 马来人比较少去新加坡工作 为了一个补选请假回来 特地回来有点 没有太有动力 因为这个地区又是 国政跟国盟选的 华人好像更少参与感 对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受到阿克马的影响 这个 怎么影响啊 真的有这个风潮啊 当时候因为阿克马 跟这个清真事件啊 跟郭树勤吵架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阿克马很嚣张 就骂郭树勤 然后又讲说你不要管啊 什么什么 人家正常的comment 也不给人家comment 他就骂这样子 郭勤包括袜子什么 他的comment 确实也会让非穆斯林 觉得他有点激进了 甚至是你记得吗 其实我们27号 刚好有回居乱做talk show 有一些观众就 跟你讲 也是有跟我们讲 阿克马太嚣张了 他就要教训阿克马 所以真的有 教训阿克马的这个 风气在这次 柔佛出现了 对 但是很奇怪哦 因为现在是团结政府 如果你觉得郭树勤是对的 你为什么没有奖励过树勤 可是选的候选人 不是DAP的人 是国阵 所以要教训阿克马 而且是巫统的人 但是同学政府想赢吗 所以你这样子 会不会也是在惩罚过树勤 但没有办法咯 不能让阿克马的气焰这么嚣张 所以大家是有这个 惩罚阿克马的影响 华人确实有 而且有看到 国阵跟你国盟这样子 嗯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 克制不到阿克马 因为巫青团本身就是在巫统里面 扮演激进的角色的那个团体 年轻人叫蟲 对啊 举箭啊 对这是巫青团的角色来的 包括这次在柔佛州里面 很像Nord Jocelyn 刚刚讲的那个人 Mardie Pierre 也是巫青团的嘛 巫青团就是这样的角色 那甚至是我觉得 年轻人就是做什么 没有拿过东西 符合人设 你讲到你很像是老人家 这样 然后巫统管不出巫青团 这是一种揣测 另外一种我觉得更有可能是 他们本来就是在玩 两手政策 Black Corp and White Corp 就是有人扮黑脸 有人扮白脸 白脸一方面就是跟DAP好 就是Zahi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巫青团 就是跑出来扮英雄 来维持他们 保护马来人的这样子 一个英雄形象 来获取选民的支持 不会很割烈 因为现在网民选民开始看你们 那这一次的选举跟 再加上上一次吉兰娜的选举 已经证明 马来网民是完全买这一套模式的 就是 两次有大胜 DAP跟他们的合作 并不会减弱他们的票数 反而阿克马的激进 可以让马来选民投得下去 因为他们打的是国盟 其实如果是三角战的话 可能 所以这两次补选成绩已经证明了 这个策略是行得通的 那真正受伤的其实就是DAP 因为华社呢 有一个历史的记忆 的一个很大的PTSD是什么呢 就是马滑 就是你沉默啊 安静啊 然后你越来越妥协啊 什么的对内协商 大家就很担心DAP 会变成马滑2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华社对于DAP的监督力度 其实是比马来社群 对巫统的监督力度还在大 因为他们没有前车之鉴 他们没有马滑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怕DAP变成马滑 所以稍微 哪怕你派郭书卿出来 可是郭书卿没有打到很够力 全部人没有跟着一起上 只有郭书卿一个人 然后大家又好像 没有针对阿克马 骂太多的时候 大家就怕你会不会变马滑 所以就开始 有投票率就下降了 我觉得不至于啦 因为不只是郭书卿 首先郭书卿有上 本来就很加分 就代表没有经验 其实好像林冠宁什么 也是有follow up 陆兆飞也是follow up 我觉得有可能这一次反应不出来的理由是 确实这次就是 巫统打国盟嘛 DAP都没有一个角色 如果三角战的话 你可能也会看到 华语选民的知识 还是有可能在 你可以这样讲 第二就是 是柔佛 是DN强区 是 连马滑都可以在那边拿两席 是柔佛 柔佛 柔佛的无情团 是可以比较嚣张一点 他们是可以对DAP比较嚣张 对对对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对DAP也是有伤害的 你 否则的话 一开始你不会承诺 Not Just Lin讲说 你可以带到55%的华语选票给他 谁承诺的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承诺就代表 你的承诺 跟你最后达到的预期是不符合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你丢丝的选民 而且我个人觉得 DAP上阵 是可能会吸到更多的华人选票 但是DAP的那种 本来可以带给盟友的华语选票流失 但是对DAP也是一个伤害 你懂我意思吗 就带货能力不强 他可以卖自己 但他不可以卖别人 不错啊 卖到45% 卖到Sahid这样了 还想怎样 那你对马国大选举又有什么看法呢 阿克马因素有多大呢 还是你有其他不满呢 欢迎留言在下面 这个影片呢 会有DAP的人来看的 Yep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其他的盟友 有没有做好他的工作 没有错 我们下一个新闻要聊的就是 首相安华 讲投资却不知道怎么开始 介绍你Stash Away新一代的智能投资平台 他可以帮你悬填后24小时的监控市场 而且还可以用大数据来为你自动投资上市的基金 我自己呢已经用Stash Away好几年了 目前一点一点存财金帮我赚了16.92%的收益啦 对我这种懒人而言已经算是非常强了 而且呢他也不像是其他外面的投资这样子 就是你跌一笔钱进去 他就帮你买那个就一次决定就定终身这样子 而是他会随着环境跟趋势 还有市场的变化 而不断的帮你优化你的投资组合 例如最近什么地方的股市收益好 他就帮你买什么 什么样的产品收益强 他就帮你买什么 而且还会专门出一份报告告诉你 他为什么以及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来帮你重新优化你的投资组合 简直就是你的私人投资顾问啦 简单来说 Stash Away让投资变得非常的透明 简单非常适合初学者 以及追求长期财富增长的你 传统投资收费够高 Stash Away开户只需要一令吉 而且不设锁定期 想要随时随地拿钱都可以 只要手机在手随时随地就可以理财 Stash Away采取数字化开户 无需填表 几分钟就会搞定有任何问题 点击他们的客服 也可以7天在线随时回答你的问题 Stash Away省心又省钱 Management fee低至0.28 而且零销顺遂 还没有最低的投资额 Stash Away在2021年就管理过 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 并且在Security Commission Malaysia的监管认证之下 所以大家绝对可以安心放心使用 赶快点击BBK Network的链接 去下载注册开户吧 前三个月里面的首三万令吉的投资 还可以免掉Management fee Stash Away聪明投资轻松搞定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要关注我们的首相安华 他最近接受了一个 British American记者 叫做Mathie Hassan的访问 是的 这个访问呢 几乎是热爆了整个马来社群 然后很多的话题都被剪出来 必须要讲非常精彩 Respect to 这位前辈 因为他本来是做记者 然后现在出来开一个自己的媒体公司 然后就请到安华 因为他2018年就有访问过 这是在访问 所有的问题非常的犀利 追问题能力很棒 所以他的选题根本就是 哇 不敏感啊 都不问那种 什么Zahid啊 马哈比啊 LGBT啊 然后Palestine啊 全部都拿出来问 是 那你作为一个辩手呢 看完了他们的访问 就给大家整理一下 双方交战的战场 我觉得作为一个马来社群 先感慨一下 我不信他在马来社群会接这样的访问 好 那你来跟大家整理一下吧 首先呢 首先呢 就是给你是这位记者同仁 一开始呢 是就是 好啦好啦 放松今天去 怎样啊 你好不容易做到首相 以前我访问你现在还做剪刀叻 所以这么容易做首相 你觉得这样 你最开心的这个意思 我最开心的 这些说 安华就讲说 当然是good governance 我们可以管理这个国家 然后可以exrict the policy 很棒耶 我们现在可以拿到很多政治 什么什么 一堆一堆 然后我们要 一起现在是个世界很混乱 很多纷争 马来西亚要示范这个世界 一个multi-racial multi-region的国家 只要有好的管理 跟彼此的tolerance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世界中有很多负责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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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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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要示范 multi-racial multi-region的国家 可以做到的 通过 负责 负责 这些负责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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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说过负责 有人讲你 对于之前抓你的政敌 很负责 可以跟你一起做政府 你怎么回应 等等等等 嗯 然后就 嗯 你知道 我们要移动 我们有须目的 我们要做我们东西 要救这个国家 但是 我没有底线 no corruption 是可以 没有 corruption 可以接受 这样子 然后他就开始 哦 没有 corruption 可以接受啊 他敢讲这个话 没有 他讲说 哦 有这个 principle 这样哦 可是哦 你上来了过后 你讲到你要 reform 这样子 可是你上来了过后 以前支持你的人权团体 现在都讲你没有在做工 Holy shit 你怎么看 然后他就讲 这些人有什么证据 怎么这样讲哦 哦 证据啊 超多啊 比如说他们讲 你执政第一年 那个Sedition Act 就是散动法律 就用了超级多次 你怎么看 然后他就 就开始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讲 哦 没有啦 这个就是 你知道那些人讲皇室吗 讲皇室没有办法吗 一定要调查的吗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法 我们有法要跟随着 如果他讲我 我是没有抓他的 很多人乱讲我 讲我是西方代表 中国代表 这个代表 那个代表 我都没有抓人 我没有的 我没有的 可是也是代表 他的对于行政的 reform 没有做好 是这个意思吗 呃 有一点 因为有一些恶法嘛 就是人权团体会抨击恶法 而不是抨击你有没有用来保护自己 对 很多人就以为事情会朝你想象 开到这个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opening 嗯 他就开始去问说 哈 哦 你讲你没有priority啊 可是哦 有人讲你哦 一直抓你的政敌哦 你看马哈迪一直中调查 哦 你不是一直这样说 只是用来调查皇室的吗 这样这么马哈迪也中 都不同法 哈哈 而且你是针对政敌啊 你是不是其实有在干预司法 还是那个大概的 那他就安华就说 没有啦 这些东西是警察去调查的 是法庭去走的 我是没有干涉的 而且 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职权 捞了billion billion dollar 不可能因为他是opponent 就不抓他的嘛 对不对 难道是因为他是在野党 我们就应该放过他呗 确确确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金文他 这样怎么你放过才会打啊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不是在打到马哈迪 为什么这样 然后阿拉杰 就画风一转 就突然间一个刀插过去了 对对对对 我没有放过杰亦啦 杰亦没有被convicted 就是没有被判有罪 然后他就这样 哦 那一段其实被 很多马来网民剪出来 因为那个记者就马上就问他说 杰亦被了convicted 是因为你drop charge啊 然后他说我没有drop charge 是AGdrop charge 不管我是 然后剪出来 大家自有评断啦 可是你可以看这个记者非常锋利啊 就是一早接一早 然后大家就友好 可是你知道咯 你讲你要reform 你要反弹 比如说你的cabinet里面有zahita 有时候你的perception会怎样看 然后就有decent的回应说 哎呀 Speaking about law 它是一个facts而已 它不可以玩perception的 perception is not something that 呃 就是你用印象这个东西是可以很controversial的嘛 所以我们应该要讲法治要讲facts这样子 第一个回合 跑走啊 安 zahit 看起来安 但我觉得没有想到zahit会这样子出来 因为你不是在问这马哈迪 这么突然间把我zahit 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来到了 他就开始问他 关于有人讲他 最近啊 在这个尾巴战争尾巴冲突里面 挺Palestine挺得非常的过火 甚至不只是挺Palestine 甚至是pro-Hamas 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哇这个华社也很想问哦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抓得很准 因为很多时候 像安华一开始需要做的东西 也是一直讲 哦我们是pro-Palestine 你看他们被coronide降酒 被打压降酒 genocide这个那个 我们一定是要帮助他们的嘛 对不对 因为西方都不愿意帮美国 这是对的 对对 这是对的 可是你可以pro-Palestine啊 为什么你要pro-Hamas 他们就没有错嘛 他们就没有实施任何的暴行 跟战犯罪 然后安华就有去讲说 他是不是反抗嘛 对不对 你不可以怪他们是犯罪 你不可以去paternize犯罪 然后那个记者就继续问 Palestine是犯罪 这样Hamas不是犯罪 分到非常清楚 而且他还有列举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 暗华之前有见过Hamas的领袖 Ismael Hany 然后他后来好像是遇刺身亡 然后很多人就讲说 你为什么可以去遇见这样的人 甚至你还有在推崇他 哪怕是他都身亡过后 你还有发出普告来支持他 这样子 这个人是有Cherry说10月7号的攻击 有Cherry说一些 就是有praise the killing of Israel 有Cherry就是残害以色列的人民 是OK的 甚至还有praise Osama bin Laden 你为什么可以去支持这样的人 这样子 然后安华的打法一开始 原本一直都讲 我支持的是Palestine 我支持的是Palestine 到后来他有开始 就是动摇一点 就是讲说 我支持Palestine 而Hamas是Palestine选的人 所以我也会支持他的人民的选择 他人民有机会选择这样的东西 因为一直逼问嘛 你是Palestine Palestine 他这么支持Hamas 就一直这样子出门 他有讲说 有的时候你不可以把 就是你所谓的 现在所谓的这种war crime 这种攻击啊 terrorist 他讲Islamophobia It's real 很多人真的有因为Islamophobia 而对Islam世界这些人 惯有比较差的印象跟罪名 然后他觉得 作为一个被殖民者 去反抗殖民者的反抗手法 不应该被称为terrorist 嗯 所以我觉得这边算是 他比较出面的挺蛤蜊小啦 比较挺蛤蜊小啦 对对对对 下一个战场呢 下一个战场 就非常精彩了 来到中国 那怎么衍生到中国的呢 一开始这名记者 其实是问他 所以在这个尾巴的议题上 你们是觉得 中国做的比美国好很多啦 是不是这样子 你在赞美中国 可是你有在谴责美国啦 是是 他说 当然 我们跟中国share同 我不知道为什么出了这个语言 安怀要怎么魔法 当然我们分享同样的价值 OK 比较 比较像 OK 然后他讲 所以你觉得中国做的比较好啦 可是有人觉得中国在利用尾巴议题 它只是一个 exploit他们 so that 他可以达到拉近跟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吧 你真的相信中国是真心在帮助穆斯林吗 记者这样子问安华 安华讲 是啊 然后他这首就厉害了 这名记者就直接问了 可是如果他是真心帮助穆斯林的啦 但中国自己在新疆屠杀的也是穆斯林哦 你怎么看待 这个 哦 安华怎么回 安华首先是这样 有这件事情没有 就是先verify这个东西啦 他觉得是disclosure of west啦 就是西方的揭露嘛 不一定准 对有这个可能 然后他就开始举处非常 可是也有非常多的穆斯林群体 或者是support的群体 给证据比如amnesty who support you 然后安华后来退到没有办法 他就想有啦 我去到见到中国的时候 我也是有跟他们discuss的 我是有raise up这个issue 然后mattie就问他 这样你有raise 你有没有content他 因为你content Israel 这样你有没有content中国 他就讲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compae两个的 如果有有实际的那个证据的时候 我才 content啦 我才就是我才会这样子啦 他这样子 然后后面他就有讲到说 就是也不用太完全听这个西方的话咯 因为他觉得Islamophobia is true 诶 这样我在网上看到那个很出名 他问他手表的片段 哦 其实 sworth的那个LGBT手表 这个也是非常英明的来到这里 一开始记者问安华的事情是 据说在马来西亚这种Islam country 有一些party想要有hudut 一些什么看守 看交 便搭 这样子的刑罚 是真的会在马来西亚有吗 安华一开始先是觉得这些是 某个政党自己的政治手段 他并没有真正的在死刑 然后他觉得提出这些的人都只是政治宣传口号 他们没有make the priority right 他们没有看清马来西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稳定政治啊 拼搏政治啊 然后reform 马来西亚啊 good governance啊 他就这样子 可是很明显那个记者不会这么容易给他zip off 他就问他 这样到底是可能会实现在马来西亚吗 因为到现在为止安华并没有明确的讲no 然后安华最后的讲法是目前是no room for it 因为我的政府不会要做这个东西 ok 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然后安华有开始讲 但是这个东西you know is very controversial 我一回答religents的话 就会有很多religents bakers出来炒作啊 很多人都骂我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然后记者就讲 这样啊 这样我问你多一个你会 make in更多 trouble的religents问题咯 记者2018年的时候啊 我访问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批评马来西亚的anti-LGBT law的 那时候你是讲说啊 这只是一些非常古老的 非常过时的 因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一些过时的law 你要reform 他讲他2008年还这样子 说不你现在没有reform呢 他就问安华 安华讲说我们有priority啦 我们要priority 经济先嘛 这个万能党 我们要priority 经济先嘛 所以还没有到不了咯 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 蛤 你没有priority咩 可是你的部门马上就去弄那个 sauce的彩虹手表咯 证明你们相当priority的啊 嗯 那怎么办 对对 安华就讲 I disagree 哦 他居然是disagree you disagree what 他讲他disagree这个action 他觉得确实是这个部门 在做他的工 他不知道他没有给过order 但是他确实认为这个部门 有在overreacting OK 这样子咯 然后后面就是 打完的糊涂 打完了尾巴 everything 他就很棒 就握手沿河 就是你有个好愉快的下午 好复杂哦 我觉得很精彩 因为这名记者的提问 议题权很敏感 追问题的敏锐度很高 而且最后安华访问了过后 他还发一个文章 哦 we need more liters 来安华 就勇敢的出来speak up 他这个是打完人过后给一颗糖 我是这样觉得 安华那个手表的事件 其实在tiktok上面蛮多人讨论 甚至是伊斯兰党也跑出来讲说 我要把我对安华的称赞拿回来 当年安华去show的时候 他出来称赞他 对他觉得安华是好政府 但是他现在又撤回这个支持 但我觉得很real啊 这个反应 我不相信这是一个给团队过过的反纲 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的团队看过这些问题 一定不会给他上这个节目 其实安华很会讲话的 但是他真的面对到外国记者 还是会不会打到一下 但是我觉得没有很伤 我觉得马来社群对他的表现 因为他一方面会支持巴勒斯丁 马来社群其实 有人也把他支持巴勒斯丁的那一个片段 点上去丢底洞 而且他们自己的账户也会这样做 所以大家还是蛮喜欢 但是中文媒体 我又看到他讲 他不agree这个swatch的 这个没收的这个行动 我又会觉得 maybe这样可能是下面的人在乱乱做 我觉得是因为 大家没有看过完整片段 好像我特别花了8块美金 去买这个video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他有被问到 就是他的表现 跟他在国会上呼哈的那个样子 差很远 你会问到他有stumble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 他很明显没有办法回答的更好的议题 比如说Zahid 啊 确实 他确实是硬伤 硬伤 对 其他都好像给他过掉哦 你觉得呢 其实他好像够过 如果你听我复述 你可能觉得他有来有回 可是你去看他的 被逼问的那些东西 你是觉得有伤害 因为他是被逼咬很多个回合 他才终于出到一个 好的答案 你没有到好 就是中等 讲得过去的答案哦 咬得过去的答案 但是他有中间已经好像被打了 以辩论比赛来看你怎么判断 我肯定是觉得这位记者朋友 非常的值得 而且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 对对对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他会答应这个记者啊 我猜啦 我猜啦 应该是2018年这个当年 他访问他的时候 这个记者对他很好 他以为这次来也是 我觉得一半年呢 所以安华没有这么多的污点给人抓住 他很多年没有做政治无聊嘛 肯定没有把柄了嘛 而且外国记者 对于这种比较弱势的反对党啊 然后被甚至侵害啊 他们是比较客气的 但是你现在做首相就不一样 对咯 对咯 我们也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啦 但是有些东西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 安华再会讲话 只要去 就是有这种问题 他就是答不到了 再会讲话的没有办法 对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 你可以咬得过去 你可以讲是AG的决定啊 但是呀 大家都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所以到底怎么看这个访谈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而且我觉得安华很少上访谈 他很少上国内的访谈 非常非常 我就跟你讲 这不是一个国内媒体 可以问出来的访问 他应该上国内 国内的媒体他打得过 对啊 他打一下你不要经济咩 卢卡斯你不要经济咩 好像很重要 我就过啊 他跟你讲 Priority是不是对 嗯 你就嗯 我必须承认啊 我老实讲 作为自媒体人 To be honest 我们也跟观众讲真心话 来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压你 当政治人物在你面前 活生生出现的时候 你很难像这种外国记者这样 确实安华的话 我们有一点打不过 我觉得我一定受 你会受吗 你不要讲什么 以前我看到尼克敏 我都受啊 那你确实 对 我很受 可是我也确实 觉得打不过 但是我们有 就是我有努力 就是用各种迂回的方式 但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再努力 慢慢累积 不用担心 他并不会上你的节目 我希望他有一天会上啊 真的 那华都为什么不要上啊 如果我们办一个什么大的 可能他从华都没有上过中文媒体访问吧 有没 很少咯 我唯一记得是CCTV 没有啊 刚刚访谈了 是上中国的也不上我们 好 那如果你喜欢整集的内容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也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未来会给你带来更多 有趣的大马本土实事议题 那如果喜欢我们个人的话 也可以follow我们的IG 然后买我们的专场 线上专场已经出现了 恶毒女孩跟喜宴 那如果你觉得只看新闻太严肃的话 偶尔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喜剧 放松一下心情 我们在12月7号会去到台湾 参加台北喜剧节 在台北的朋友们可以买票来看一下我们啦 是的 我们要再去挑战更大的舞台 去挑战一下海湾 我们红老可能安华才会上来是不是 对 加油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